这是一个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电阻器 大家好,这里是梅登课堂 我们所看见的这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 在充电器的电源输入端 也就是220V这个火线端 它们串联了一个特殊的电阻器 这个电阻器就是我们所说的NTC 勒敏电阻 此电阻是直接串联在电源的输入端 它的作用是抗冲击 就是大电流 大电流冲击可以起来一个缓冲的作用 当通电的瞬间 那么这个电阻电能器有大电流冲进来 此时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的作用 此电阻一般表现为开裂的故障 它开裂了,那证明它已经开路 所以利用这个特征 我们一般就可以用万能表的封明档 在路测试它的好坏 两个表皮直接变连在 这个热敏电阻器的两个脚上 封明报警通就是好的 如果一点都不动 那么就可以直接判它死刑 已经烧坏 这个是在电路当中的电路图形符号 我们看见这个符号 就要知道这就是一个温度敏感的热敏电阻器 好,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板子上的这颗热敏电阻器 直接变连上去 我们看见 已经发出分明报警声 而且指针差不多偏短到零了 证明它有几欧姆的电阻值 冷开一下它是正常的 证明它是没有开路 这是一个好的热敏电阻器 就这样判断它 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点击下方小黄车 好,我们下期再见